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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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大家今天來聽VCP的主題 好 OK 那我們今天這個主題它是附屬在臨時政府一個專案 那底下有一個環節大家可以去Live Demo 因為這是我們一個網站盤已經上線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我叫古 就是那個藍色的英文 那我家一間就是 做專注於行動開發平台的一個公司上班 那我同時也是 AmbuX在臺灣社群的主要負責人 那其實我今天就來 繼續來降低一下 就是Glib獎者的平均年齡 OK 好 那我先請大家來看一下這張投影片 它告訴我們很多很多就是不易的資訊 但是呢 其中有幾個其實還蠻特別的 就是像現在很多工程師的公司 都是沒有什麼單級獎金的 可是如果你是具有特殊的身份 比如說像是低收入戶或是身心障礙的話 其實政府每個單級都會有一個主要單級的問題 這點你們知道嗎 OK 那其實如果是像家中有長者 比如說像阿公阿嬤 那就是每個縣市政府他們都有一個就是 類似迷失守夜的扶具 就是當你阿公阿嬤不小心走丟 就可以靠一個扶具來做一個GPS的追蹤 OK 那以上就是這些就是很多服役 所以民眾都不知道 好 那我想先請就是大家 大家先回想一下就是 過去你們是如何得到就是 所謂的補助還有津貼的消息呢 第一個 歸從婆婆媽媽媽 它是從你的就是新婚好友告訴你 它是拿今天膝蓋中的一件 OK 那 欸 還是經過我今天講過 你們才知道這件事情呢 OK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 我個人的經歷 因為我本身是聽障的 對 那聽障的話其實就是 對我來講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我必須要去買助聽器嘛 那買助聽器其實就是 第一個 我們要就是有關於服務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 我要先到醫院去做聽力檢查 然後還有做一些治療 因為有一些是屬於那一種就是 可能今天精神壓力過大 所以它可能打個針灸就好 那一種 對 那還有一種就是 就是器材方面的 這個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比較實體方面的一個衝擊 第一個 助聽器在我過去是 使用的價位啊 差不多都是一耳都去七萬塊以上 可是如果是裝耳的話 就是十五萬 那有好一點的話 就是一耳之五萬 裝耳就是三十萬 那還有一種就是人工電子耳 人工電子耳的話 它是直接開刀到你的就是神經 然後那種話就包含開刀還有手術 還有一些就是 其他的費用的話 我記得差不多也要八十到九十萬 對 那這之間就是其實也有很多廠商 他們都有各自的一個就是 具體的優缺點 那我也比較會說 欸哪家的口碑比較好 那還有一些是不是不聽器材 它有些基本產生 比如說像是輕度的話 它可以帶那種微型的 可是中重度以上的話 就要帶那種耳掛型的 那如果是極重度的話 可能就是必須要透過人工電子耳去開刀 對 那以上這些問題啊 就是 我一開始在面臨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不知所措 那我就先去看政府資料 OK 那 我先來分享一下就是 使用政府的資料網站的一個就是挑戰 第一個 如同左邊所看到的 因為政府資料通常跟福利相關就是社會群嘛 那社會群的 它的分別非常的就是龐大 而且密密麻煩的 而且就是 我看到了某一個法條 我不一定在第一時間之內 就可以把它馬上解讀出來 對 那 就算是我 誒 讀懂了這個法條 我也沒有生氣的相關經驗 對 就是 種種 就會發生過很多 就是所謂的查詢的成本 就是代價太高 OK 那 知道我有一次去彰化 認識而接待他嗎 就在前面這一位 對 然後他那一天 最近花了差不多四個小時 對不對 對 跟我分享了很多很多事情 那以剛剛的歷史來看 就是買出天氣的話 像台北的話 你可以去找內政部勞工局跟行政院勞工會 但是因為我已經出來工作了 對 所以這樣的話就是頂多一萬塊錢 當然他有一些詳細 我今天沒有就是講得很詳細 這是一個 就是一個 款項 對 那 右邊來講的時候 是因為我去年 我是去年剛畢業 去年從學校畢業的時候 剛好我的年紀 又沒有超過就是 法定補助的年紀 所以他那個就是可以補助超過至少招萬塊 你看一萬塊跟三萬塊 這個價值其實是差滿大的 對 那我想表達的事情就是 以我剛剛的經驗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到說 我們事後得到的價值是很高的 可是同時 我們資訊週期的成本也非常非常高 所以 我打算就架一個平台 就是福益傾廳 那福益傾廳它其實就是整合了政府的中央法條 還有地方法條 就是屬於那種就是比較 福益相關那種判法 刑事的法條 那民間的話 我就結合就是部落客 像是像接待啊 這種類似的 常常分享就是相關紀念的部落客 那還有一種就是基金會 大家別小看基金會 因為像台北最著名的就是 晴天宮 晴天宮呢 他們是每年都是有很穩定的補助 而反而現在是那種 慈濟 就是大家就連接很多人帶著慈濟 他每年的補助不一定 都是一定會有任務補助的 對 但是 但是民間的基金會 他所補助的東西 是我認為啊 就是其實 這比較能夠貼近就是民眾生活的 因為他 他畢竟是從民間發起的一個組織 對 那中和以上呢 就是 就是各方人嘛 對 所以我這樣 這樣一個就是 付以請聽 好 那 剛好看到那個高陽 就是 呃 響應 就是 發起的居民民 所以我就是 跟他響應一下 就是 寫成是改造社會的口號 OK 那我們 這個平台呢 其實我們希望 有一些預期帶來的一些結果 第一個 我們希望改善這些 資訊不明朗的問題 還有就是 民眾這邊看不懂法條的問題 那第二個 就是 我希望就是說 你今天在我們系統 租入你的身份 我可以告訴你一些 在你預期之外的一些 嗯 嗯 福利辦法 福利辦法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舉例 OK 那第三個就是 我想要知道說 申請過的 部落格的 朋友 他們有一些相關的經驗 好 那 一旦可以看 就是 這一個就是 我們的 系統的某一個 抽選結果 假設我今天打一個 舊選 然後我的那個 地區去台北市的話 那這個結果呢 如主主事 第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 哇 原來如果你是低收入戶的話 跟舊選相關的福利 其實也包含了 你每天通勤的部分 甚至連生活的學代 還有出國留學都有今天 綜合以上的結果 其實也快接近就是 我剛剛上次做這樣的 就是三個目標的第二點 對 但是我們整個系統 當然不能只完全靠 就是所謂的全溫檢柱 從全溫檢柱之外 我們就是也想辦法讓 出現每個髮條 能夠更精準的出現它 出現到它 該出現的位置 對 所以我們其實也花很多時間 去做很多類別的條件 去篩選髮條 如同那個 類別的那樣 然後它其他下面的 類別的真分別 那就是我們更詳細的一個 就是 化分 對 這是我們最平常花 最多時間做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那個 GNB 剛剛的講座 都有看到 其實是在那個Hotwater 然後有個什麼客廳 工廠 長期專案裡面 有個福利行廳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再來就是 我們相信 使用者在查詢的時候 希望能夠更快 看到他所希望的東西 因此我們設定的 設定的價值 當作誘因 為了就是 達到這個目標 可以就是 讓一些比較冷門的法條 就是 民眾比較不容易 去注意到一些法條 可以讓他有更高的 曝光的機會 好 那 我先來分享一下就是 其實我們這個專案 就是 跟其他GNB專案 有點不太有 一樣的地方 就是 因為我們需要一些 就是 比較對福利法條 比較要解 的人士來幫忙制定 那其實 這個相關的資源 在政府可能比較多 那所以我們過去幾個月 常常是跟政府做一些溝通 但是 就跟大家很想的政府一樣 其實 政府的每一個支援 每一個部門的公文往往非常好奇 而且有時候 還不如自己去爬比較快 對 所以 因為 有 在這部分 因為我們之前大家做一些溝通的時候 後來就想做 啊 有一部分就算了 直接 就直接 爬回下去 那其實政府還是有一些 就是其他的技能可以去利用 第一個 就是 我們大概 一個月前吧 我們跟政府還有媒體還有民間的一些 就是跟我們性質很像的一些公益團體 我們舉辦了一個就是一個活動 他的活動 其實就是 台北市政府爭取世界設計制度的一個 其中一個有贊成的這個部分 那天啊 我 有能力去分享一些心得 那我 主要傳達啊 就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開發原始碼 其實對社會能夠塑造出 核種的影響力 比如說 上次GINV 做了哪些事情 上次我們服役行李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 第二個就是 我希望 能夠 就是 讓那些 比如說 非工程師的 比如說 婆婆媽媽 或是她的主要就是 阿桑 他們也可以就是 欸 就是貢獻他們的心力 然後在我們的開源專案裡面 對 那同時 也可以讓就是GINV跟我們的 福利器金能夠打開一些知名度 對 那如果在場的各位 如果未來 那麼有想要去發展一些 去跟社會相關的一些 欸 議題 或者是專案 或者是說 你們覺得 欸 某一個政府的open data 不夠完善的話 其實我可以提供一個 就是我們所接觸的一個管道 給大家 對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 我們 就是 欸 一位工程師來分享一下 他參與我們 這個專案的一些經驗 謝謝 好大家好 我是福利器金後端 做API部分的 然後 我叫小謝 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 我現在在 Homandy Darnet工作 是工程師 然後同時我也是 Terry Rose Meta的協辦人員 然後 GINV長期專案的 Contributor 那目前做的就是 福利器金這部分 然後 你可以在 Twitter找到我 跟Github 就是這樣一個地方 OK 那 我下班部有捐大 就跟 不亂講的 呃 一樣就是沒有 不會有太多的 技術成分 然後 我先講 大概講一下 就是參加那個 臨時政策的經驗 然後後面是講 就是我們 一開始 福利器金專案的初期 跟 為什麼你要拆兩個 API專案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OK 呃 緣起 呃 參加臨時政策黑熱鬆 這是當時 呃 第一次的時候 呃 的一些活動照片 然後就是響 GINV 寫成是感到社會的活動 那 呃 為什麼要參加呢 就第一個目的 就是 想要認識各路厲害的人 因為看GINV第0次的時候 有很多 呃 很厲害的人都在裡面 而且做出很多很厲害的成果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自己對政府也 不是很滿意 那我想要抽一點事情去 改變現況 所以我就決定參加 第一次的黑客送 那我決定參加的時候呢 就發現一件事 河滿 哈哈 請天屁靈 河滿怎麼辦呢 沒關係 我知道隔壁 呃 樓下在講幾幾個工程師 然後隔壁那個 那個 那一樓下大家都已經是巨人了 我還在小艾倫的狀態 可是 就算是小艾倫也想要到外面的世界去啊 所以呢 我就自己寫了一個機器人 然後 去檢查之後有沒有人取消報名 然後成功到我在十個小時前 有沒有看到 八點五十八分 對 十個小時前報名成功 我就可以參加第一次的黑客送 好 然後我就去到了現場 OK 那 這邊分享一下就是尋找障礙 因為我去的時候就是一股熱情就去了 我並沒有想說 呃 我想要參加什麼專案 或者是怎麼樣 那 這邊經驗談就是有兩點很重要 參加專案的方式 第一個 讓專案的主 組員或組長來找你 第二個 自己去找喜歡的專案參加 所以我這邊列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你一定要去寫項名列表 後面會放項名列表的圖 就是 你要讓自己可以被其他專案的人員找到 就算是你沒有想要參加他們專案 但可能他們會遇到問題 他們可以來找你詢問一些相關的東西 畢竟是自己熟悉的 那第二個就是 就是 比較常見就是 聆聽各個組長去報告 找自己有興趣的專案 畢竟做自己最有興趣的事情 會很有動力 然後 引述一下就是 泄油膏長輩 就是不要再問有沒有人做 就是那個沒有人 就是來做就對了 好 那所以呢 這是現在的相名列表 然後 去上面填資料 你就可以有一個個人頁 然後上面會有關鍵字 然後 那時候 然後關鍵字只寫了兩個 一個是Rules 還有一個Web 就是 我介紹說 我只會寫網站 其他什麼都不會 但因為網站的事情 我可以幫大家解答 然後 這很重要 因為 GDB一次可能有80個人 一個人講三個關鍵詞 可能要花個數 20分鐘 才可以 把時間 把大家都介紹完一次 那黑客送只有一天 所以 時間很寶貴 就要認真填寫 然後 然後在聆聽 就是各路組長報告的時候 後來決定加入服役行庭 那原因其實 有兩個 一個就是 我跟Blue都是高雄人 然後 那時候 一開始是以高雄市為目標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個專案的目的是 真的可以幫到 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我喜歡這種專案 OK 然後第二個部分 那 這邊要講API的部分 就會有一點點技術性的內容 好 然後 專案初期 在第一次黑客送的時候 這是我們DEMO的假音 不是真的 然後 這邊 痾 專案目標 很重要 因為 我們 黑客送其實是有限制的 第一個就是 他的時間 早上9點到晚上 應該是6點吧 打錯了 痾 想像一下 你早上要大家自我介紹 大家報到 然後 各專案組長報告 然後晚上結束還要DEMO 中午還要吃飯 這件的時間真的很少 對 所以這是第一個最大的限制 第二個是我們那時候 只有三個人 所以 定定出來的目標 這從我到來都沒有改過 就是我們需要篩選法條 幫助大家去 更容易的找到自己 可以 申請的法條 那 因為時間不夠 人業不夠 所以我們範圍就是警現高雄市身心障礙法條 這部分 然後 這裡面就有挑戰 第一個就是 法條手動轉MADANG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MADANG是一個 寫HTNL的格式 它以文字 純文字方式表示 但是它可以 經過轉換之後 變成很漂亮 有一致性的HTNL 那 想像一下 高雄市政務法條 跟台北市政務法條的網頁 應該不會一樣 那再想像一下 新天工 福利法條網頁也不會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 在網站上有一致性的呈現 而 要 手動的去轉 因為你不知道 它網站上 是寫HTNL呢 還是只是把 方 size 放大呢 是哪一種狀況 我們曉得 所以我們就必須 辛苦的一個一個手動的 這部分其實很 花時間 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決定用 TAG的機制 來篩選法條 就是比如說 你是 身心障礙人士 然後你年滿18歲 類似這種TAG 來篩選法條 然後demo的部分 就決定 我們一開始專案 就用GIM 然後發佈到FYOPE這個免費的電台 好啦 我們現在討論完這些 今天 黑客送一天 打完做這件事情 對 到下午就發現 做不完 看起來很少 真的做不完 它其實裡面還滿多 issue要解決 然後 還滿多有 需要人力的部分 對 所以呢 來到第二次的黑客送 對 這是現在的網站畫面 對 這是現在的網站畫面 我們在第二次黑客送的時候 決定就把 不遺勤停這個專案 變成長期專案 那這一次的時候 人力變多 變成五個的 那變長期專案之後 首先目標沒有變 我們還是要篩選法條 但是範圍擴大 所有的福利法條 都可以收入 嗯 篩選的部分 做更進一步的規劃 因為原本的規劃太過簡單 沒辦法符合 收入所有法條時候的需要 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三階層式的 TAG架構 嗯 就是大概十分鐘前 不如打了那張TAG的標 今天不會特別解釋它 然後 界面設計就是 我們會針對想要申請福利的人 而設計 那 第一版的畫面 跟第二版的畫面 其實看得出來就是 界面差很多 因為 考慮到希望 需要申請福利的人 他可能還會有一些額外的需求 所以 並不只是簡單的搜尋TAG而已 我們還要設計一些額外的 假設你有問題 或是你心得想分享之類的 介面設計也都包含在裡面 然後 做到吃完午餐 我就發現 原本我們規劃 前後端用NodeJS寫 那我不會寫NodeJS 我會寫的是Rubian Rooms 所以我沒有辦法幫上太大了 那在黑松中 限制的時間裡面 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 才可以貢獻更多 所以我就跟博物提議說 那這樣好了 我把後端法條部分 拆出來變第二個專案 所以前端用NodeJS寫 界面去寫前端的呈現 那後端法條部分 交給我用Rubian Rooms來寫 然後我們直接用API溝通 格式是JS來 所以就這樣定出來 那就 呃 就是現在 後端API的界面 它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 其實它只是一個簡單的CMS 沒有什麼太困難的技術 重點都是裡面的內容 然後解釋一下這邊 API的開放跟使用說明 網站的SourceCode 放在Github.com.sh.gp.sh Visirint API 整個網站的SourceCode都在上面 然後 本身有提供兩個API 一個是機關 一個是法條 原因是 我們的法條 設計上 法條是隸屬於機關下 但這個機關可能是高牛市 可能是行天公 可能是一些民間組織 比如說醫院這種 那 所以開放了兩個API OK 開放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 著作權 那 網站原資碼很簡單 程式是我們團隊自己寫的 那我們決定使用MIT license 這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法條也有著作權 而且要注意 不是說 政府網站上的資料 就可以任意拿來使用或修改 基本上根據著作權法 只有法律 命令 還有一些公文 它是 不受著作權 就是沒有著作權 其他部分都是有的 而且呢 我們還有把法條轉換到 這本身就是一個重置的行為 所以我們必須放這個免責聲明 然後免責聲明 特別感謝一下 ent跟強哥協助 幫我擬定 那基本上 這邊裡面的內容就是說 這裡面我們整理的資料 都是從官網來的 但是我們這邊沒有專業認識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負責 裡面整個內容都是正確的 一切資料以官網來原準 然後如果你拿我們API去用的話 我們也不負責任何因為使用 重置散布內容引起的損失 對 這是保護我們自己的措施 好 那來解釋一下API 嗯 機關API其實蠻簡單 第一個是拿到所有的機關 第二個是單一的機關 在 在貓號英格訓練的地方 填上特定的 呃 機關名稱就可以獲得 那第三行就是範例 就是比如說 你要拿高雄市的 就可以OK 取得這桑 拿到 高雄市機關的資料 基本上 機關沒有什麼資料 就是這樣子而已 重點是這個法條 那 這三行一樣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拿到某一個機關下面的所有法條 然後第二個是 如果你知道ID的話 你可以用下面的方式 就是直接獲得 呃 法條的資料 法條資料就比較多 就是 呃 裡面有 這桑的格式 然後 它裡面是蠻大的 所以你拿去用之後 你 要轉成HTNL 可能要自己拿個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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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二個部分是 呃 髮條來源網站 就是放在下面 對 這是一個髮條 可以拿到的格式 然後 放範例 第一個範例 就是 像 呃 我們的前端是用 Agex去code 所以用J3P 然後 這個範例放console 所以你在 比如說 Chrome或 FariFast的DevTools 裡面打開 你可以看到 回傳的Data的結果 或者是 你要用更底層的方式 像這邊用CyR 你可以直接拿到 呃 這個這場裡面的資料 OK 然後 總結一下 呃 首先呢 做自己這場 最擅長的事情 很輕鬆 然後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會很快樂 而且呢 你還可以幫助到更多需要的人 那 剛剛上面的網站 或者是分析 這些東西 其實都沒有很深的技術 那 你就可以有貢獻 所以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參與這種活動 那我們 民視政府跟飛行也有共同的理念 就是 東西不是你或我 而完成 我們希望是 每一個人在各自專場 就要貢獻一點點 而且都有吃手藝 對 所以 呃 我們需要 對 我們需要設計師來美化網站 我們需要前端 那 NoteJS是我們專案的 但是UIUX 其實所有距離移情都需要 那 文案的部分 我們這邊有需要防錶轉換 那 它是Manda的格式 但其實很簡單 十分鐘就可以交回你怎麼轉換 然後 後端的話 我們這邊有三階層 是Tag10座 還有Rails的部分 就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要加入的話 可以 一起來參加 我們距離 其實都可以 就是參加這個活動 不用想 不用害羞 去做就對了 那 這邊感謝一下 所有參與專案的人 就是 下面所有的人 對 就是 他們才有現在 推進這個 雛型的網站 順便廣告一下 就是 第四次過敏大會 的課宗 在下禮拜 呃 早上9點到下午6點 對 大家可以上去報名 我讓你的機器來 哈哈哈哈 真的嗎 呃 放機器來給大家戳 我會被PK打 OK 謝謝大家 那 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發揮 我們再問一下 那個 關於民間 因為政府機關 那時候罰他 對 那民間機關 有些 你看到的是標誌 或者是 那是不是跟法庭不一樣 我們 呃 目前的法庭本身 如大家所知 必不支援 table 那 暫時目前的方式就是 整理成 看得清楚的 方式 就可能 文書也開了一定 對 是的 所以才會是手動裝 沒辦法寫機器的 這部分真的很辛苦 還有 大家有問題可以盡量發問 呃 我剛剛想到 有一個東西是 就是 呃 法庭的部分 應該如果是政府部門的法庭 應該是 受著作權保護的採度 我印象中是這樣 就是著作權法裡頭 應該會把 政府的那些法條 跟民意統統排除在 著作權的保護法外 所以 應該不會是著作權的問題 但是反而會是 呃 可能要付一個 例如說 這個法條學會的時間是哪一個 然後 如果有辦法的話 因為其實如果是像是那個 這個法務部門的那個 那個 法規資料庫 他其實會 會有辦法 修復說 這個法條 最新的修訂的日期 那 那如果3號可以去取得 最新的版本 或者是 就是如果是中央政府民意 可能比較有辦法 但是如果是地方政府 當然其實比較麻煩 沒關係 但是也許就是 可以標記一下說 呃 取回的時間是多少 然後有辦法把他連回去 這樣子 讓民眾可以確認說 上面列出來的 動力大型的最後的版本 其實 比較是 比較會是這一方面的問題 就是就是 是不是最新版本 而不是製作權 呃 這部分問題 我曾經就是 特別去請教過 安特跟長哥 那 中央政府裡面 不受製作權保護的 其實只有命令這一些 那我們 大部分都是縣市政府的 所以他其實是有製作權 那民間基金會 就更不用講 他們也是真的有 所以 其實免責生命放下去 是for所有的 我們整個網站拿到的資料 那 臺斯登殼的部分 其實 這部分還沒有做 但是有規劃 就是 我們可以去 設定獲得的時間 然後定時去檢查一下頁面 HTL有沒有改變之類的 我們可以做到 去檢查我們的網站 有沒有跟上最新的 官方網站上的內容 這部分是可以做得到的 對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會��만 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 這些地方 我們可以做到的 變成的 但是 我們可以做到的 你統乾淨 感到的 甚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